因为Omicron疫情起来了 你看基隆现在大家多紧张 可是你要用另类的方式 你如果要选台北市长 要让所有台北市民觉得 你的想法跟国民党不一样 虽然你是国民党派出来的 可是你的想法就跟我讨厌的国民党不一样 因为现在国民党在整个台北市的支持率 真的非常低 连我是深蓝家庭出来的 我的家庭都这样讲说 你们国民党再这样下去 没救我就说妈妈对不起 我已经不是国民党了 不要再讲我们国民党 我会想办法建议给那些 还在国民党的朋友 叫他做一些改变 连深蓝的人都这样讲 都这样想 所以我觉得讲完 你不要光听深蓝的掌声 你要听一听深蓝的骂声 深蓝骂深蓝有时候骂得更凶 可是那个的骂声 才是你要学习的对象 因为什么叫做顺着毛摸 就是这样 当深蓝在骂国民党的时候 你不是不断的解释 你们误会了 你们不了解 不是 你要跟着骂 你要跟着骂 对 你讲的对 你讲的太对了 对 我会想办法来让他改变 他不是这样 深蓝在骂国民党的时候 他就是不断的解释 哎呀 不要生气了 其实党中央的意思不是这样 你越这样解释 你越被骂 所以我讲 他要学习学习 趁着深蓝成功的人 而不是学习那些 跟着深蓝失败的人 所以他的选举幕僚 出了很严重的状态 他有选举幕僚吗 看起来 他的立法院的那些 办公室的帮他做直询稿的设计的幕僚 都有问题 他现在看出来了 我们最近观察 他根本就是骑驴的这个父子 在重大的议题上面 比方像 这个国民党莫名其妙反萊猪 对不对 那这些议题的情况之下 他不敢出来 做不一样的这个主张 以他的这个理念 如果他真的是支持什么同婚的话 他应该对这种前进开放 国际经贸的这个大市场的自由化 他应该是一以贯之 他不是 他是短线做投机的操作 然后前面跟着那国民党人 在胡搞瞎闹 四个公投不同意 然后呢 最可恶的是还跑去支持 这个眼眶横 那个黑道 黑那个家族派系政治师 你自称你是蒋经国的孙子 是蒋经国生前最恨的一件事情 至少这个别的那个 别讲那个这个 那个讨厌的马英九 还都不敢做这样的事情 结果显示出几件事情证明 他没有自己的主张嘛 跟个小玩偶一样 左呀右的 然后突然前天出来 又对于18岁的修宪公投 要绑大选这件事情 他又出来认同了 你到底你的想法是什么嘛 你是国民党人 还是你是蒋家的这个后代 蒋家的后代 你就要反共 然后就要这个 这个打击黑道 然后那个排除 那个派系嘛 对不对 都不是 都不是最后变成一只小白脸 你这只小白脸 你可以复制马英九吗 他是正二代正三代了 我这个东豪 你从马英九新闻 跑起跑 好龙兵跑 那个连胜文 我今天要不客气的说 来因的人还在自己 做白日大梦 觉得他是讲 这个小马哥的当年的那个短裤的那个复制品 可以一路跑 当了台北市市长 还可以当总统 他们两个可以相比吗 当然 马英九怎么样 还长年的累期 欺骗了我们二三十年 然后用这个一局局长 国民党副秘书长 人家蒋经国还真的栽培 然后李登辉还让他做了陆委会副主委 还做了这个法务部长 政务委员 好说那个资历还像样 还可以骗人吗 对不对 那好龙兵好了 这好大兵 明明糊糊的 看起来不如蒋万安帅了 可是他也做过这个环保署署长 还做过了所谓这个立法委员做好几届 再讲难题一点 那个落选的连胜文 都还比蒋万安强吧 我这个很不服气的事 你蒋万安就是一个扛着奶嘴的家伙嘛 自己在那里小孩玩大车 还玩得很像样 结果昨天前天广播访问 就出包不是吗 那请跳东豪你怎么看 蓝营的人大臣大娘们 大叔爷爷奶奶 这个人不是你们希望寄托之所在 更别讲当年那个党国时代 欺骗大家的蓝营的 这个蓝雪接班的这个美好的 蛮骗时代已经过了 所以我认为蒋万安 真的连选举的资格都没有 他只做了六年的立法委员 他做过什么事啦 柯姐这就是关键了 蒋万六年的立委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先讲一下他跟马英九为什么 为什么我刚才说他不是马英九 他没办法复制马英九 马英九不管怎么讲 有一件事情在在 他从政过程很重要 倒不是说蒋经国安排配合他什么位置 是他在李登輝时代的时候 他那个法务部长只做了一件事情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时候县市议会的那个会选 有染车有染车这样把大家议员都带走了 今天我们也要选议员 对 那那件事情是当然后来有一些是叛无罪的 可是最重要的那件什么 他那个时候感冒天下之大不会直接办了全台湾各县市的议会 很多国民党的在那个时候议会是多数的 很多的政府议长都是国民党的 马英九的政治形象其实在那一次真正确立起来 插会选 至少还敢演 我讲就算假的好了 那是干真的 就算是假的 他也玩得像真的一样 还真经做过 那你蒋万安做过什么事 对那蒋万安 我们在讲 为什么他不是马英九的第二个是 马英九有政治目瞭 他最重要的政治目瞭 马英九有个技巧的哦 对 至少有金武冲 金武冲是我老师 金武冲金老师 也就是说政治目瞭是很重要的 那蒋万安有没有政治目瞭 我听到的是说他其实有两个好朋友 一个是他的 好像是他同学现在在当律师 他同学能够好到哪里去 不知道 不知道 这个倒不以这个判断 那另外一个对他影响力很大的是 政大的一个教授 年轻的老师 听说这两位在他的竣选 竣选团队里面是绝对的核心 那再来讲一下郝龙斌 郝龙斌基本上命比较好 为什么 他是接着马英九两任台北市市长 带起来的那个 那个趋势 一路沉接 而且那时候是陈水扁最弱的时候 就民进党的 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 国民党在台北市的最高峰 就是马英九那两年 然后因为阿扁的衰弱 民进党 然后二零零七二零零八的内乱 然后郝龙斌实在零六年的时候就接下来 所以你看到郝龙斌基本上在选也很顺遂 还有那个时候的黄复兴相对比现在稳定 差很多 这必须要很清楚 郝龙斌的政治遗产是来自于承接 因为他爸爸承接到黄复兴 绝对的支持 好 那到了丁守中 到了连胜文的时候 这个这种趋势就已经乱了 都已经乱了 那蒋万安 蒋万安靠蒋经国孙子起家吗 这个就比较远的 我没有讲 对台湾 因为能难免生老病死 我们直接就这么讲 就是说二十年前三十年前甚至十年来 台北市的人口有增有涨 其中有一部分其实是自然走 那另外一个就是搬走的比较多 其实你只要有朋友在周边的 大概可以知道过去这几年 不是只有年轻人不搬不住台北 还有很多老一辈的人退休之后 在台北把房子出租 然后搬到新北 对外先市 到了三峡 到了桃园 到了林口 因为当时这边比较便宜 就是买比较便宜的房子养老 但是把台北市的房子拿来出租 这样子的人口不算少 所以蒋万安所遇到的现在台北 不是十年前 不是十二年前 不是二十年前 那个马英九跟好龙兵的时代 好那问题来了 那蒋万安最近我在看他 问你出哪里 为什么说 我会说我也会觉得他不懂选举 在过去两个礼拜 我一直在讲蒋万安 人色不清楚 他他有一个好看的脸 好看的外表 很有妈妈缘 目标太多 但是但是你知道 你不能只靠妈妈缘 你不能靠只靠长得好看 你不能只靠一个姓蒋 你的人物的性格是什么 所以呢 他那个蒋万干了这件事情 第一个他利用他咨询的时候 就去聊拨了那个苏贞昌 你会去做这个动作就表示什么 你听到外面对你的意见 批评跟看法之后 他要做个修正 就是你不够 不像一个 不够像一个会咬人的狮子 所以就要假装赶快咬人 问题来了 你去你去聊拨苏贞昌 结果我们在民调里面看得很清楚 我们在民调里面看得很清楚